这道墙翻不得 切莫以身是法 未经允许使用VPN翻墙在国内都是违法的 喜欢逛油管推特的人要小心了 那肯定有人会说 只要我没有搭建翻墙服务 没有用来营运就不违法 不去境外网站发表不当言论就不违法 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是学习工作原因 违规翻墙去查阅资料这个犯法 答案也是肯定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国内使用翻墙软件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学英语也好查资料也罢 绕开我国的法律管制 扭览境外服务器相关网页内容的行为 都属于违法行为 法律已经明文规定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因为翻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送到敌人的围灭场 甘愿调入敌人精心布置的终止陷阱 公年陷阱 违法陷阱 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 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我们下期徒刑 我们下期徒刑